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当然是紧急出大事情 但是我个人到现在很生气很生气 我看到我真的是气到我气到不能够气 这个大妈的政客们 特别是比较老一点的那几个 他们到底睡醒了没有 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你们不是保护人民吗 那不是守护人民吗 那不是守护国家吗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东西 现在国家紧急情况 十万火机 如此十万火机的情况 你们还在想什么东西 还在想你要做首相是吗 你做不到首相还在发丑家梦 是吧 现在每一个人民的生命都在危险当中 所以今天会跟大家讲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刚才凯里的紧急记者会 第二宗大魔王来了 而且还有18张 还有18个 sample在等 搞不好的话 大马有18,18加2,20 大马就20多秒 跟你讲 不是开玩笑 所以台里刚才也赶快宣布 所有打科兴疫苗的 2月之前 必须打完第三者 没有打完第三者 没有打完第三者 直接没有摆摄 还有60岁的 60岁的也必须在2月之前打完第三者 没有直接没有摆摄 四人都可以做 你要去做小型发丁之前 先试试 这个都是凯里紧急做的 然后我们当然要讲一下 他今天这个法案的情况了 我们看清楚吗 有人会讲凯里 凯里玩臭是不是 你这个法案不通过的话 你就拿奥米克隆出来是不是 没办法 真的真的奥米克隆来了 而且还有18钟在等着 没办法 所以记得如果你克星疫苗这种则 现在是强制要打第三者 打什么牌子 总之你第三季 你必须打完不打完 你就变回白色 你就不可以去 唐诗不可以跨州 什么都不可以做 那么这个 昨晚这个 他讲的这篇文章 这篇报导 胖里 骨骂到山外 去到前面 既既既然被凯里 骂到骂到罢 qual 我讲了这个政客 他是完蛋了 这个改天 我告訴你 只要我们大马疫情爆发 ries 你永远记得他 他现在要打倒凯里了 凯里实际上说,卫生部不是乱乱来,只是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比较严格的法律 卫生部已经退了一步了 说到这样的难听,可以,个人捡到5万,个组织捡到50万 50万都不懂对那些一直犯错的到底有效没有,我都不知道 一世纪散,就要罚那个重犯的人,那些公司一直有疫情,一直有人中,到现在还是有人中 本来要罚200万,现在卫生部暂时妥协了,给你们变成50万了 如果你们再不给通货的话呢,那么接下来呢,这些议员会不会负责呢 所以今天要二读和三读,他卫生部很强硬,他今天一定要给他通货 如果没有给他通货的话呢,奥米克隆啊,你们自己负责啊 你们所有议员啊,你们将永远会在历史书上面记下 万一大马的奥米克隆失控呢,你们负责啊 所以这个安华到现在呢,他还是坚持啊 他说已经捡了一半就是,安华坚持不支持 无论怎样都不支持,因为呢,他自己做首相比较重要 人民中奥米克隆呢,跟他无关 人民呢,疫情大爆发,家破人亡,与他无关 安华我要做首相罢了,你们家破人亡,你们中疫情 你们什么是你们的事 你们的公司一直有人中,是你们的事 安华要做首相罢了 所以这些议员啊,我真的气到啊 我真的是气到啊 这种叫反对胆啊 这种叫反对胆啊 我们继续看新闻 卫生部没有办法去管 他没有那个法令 他怎么去管 现在第二中奥米克隆 confirm 刚才宣布了 OK 所以,你看啊 他现在是第二中了吗 然后再来呢 还有18个sample等着公布 如果这18个通通中亡Omicron的话呢 饿死了知道吗 不是开玩笑吧 而且有没有流传到外面呢 谁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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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18中啊 好 这个 啊 现在暂时把那个 乃及利亚呢 越路高通选国 啊 好 那么 这个有多厉害 啊 你看英国 这个新闻报道也在一天八万了啊 啊 如果呢 这个奥米克隆在大马没有被控制的话呢 大马接下来就下英国家咯 一天八万咯 所以是你按华座首相重要还是大马一天八万重要 啊 啊 想好好来啊 做好你的反对胆啊 啊 看清楚啊 发生什么事情啊 所以现在紧急 那个圣诞节跟今年的那个那个清州通通停止 不管有法律基础没有法律基础 他自己宣布了就算了 他说你们不要做就对了 做了之后呢 后果呢 啊 没有办法负责啊 不知道啊 啊 因为他这样子宣布应该是没有法律基础的 但是啊 你们不怕不怕奥米克隆 好 所以防止奥米克隆呢 正当节跨年呢 近半大型聚会 只剩下小型的聚会可以做 OK 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 啊 重点要讲的就是这个特定群体呢 现在2月之前呢 必须打完第三针 就是现在是2月跟1月 你必须打完 不然到2月呢 你的卖色将来会变回百色啊 不是环色了啊 啊 这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的年纪是在60岁以上的人 这个第一个族群 第二个族群呢 就是打SENOMAD的人 所以那天啊 12月1号我不是赶紧 我是SENOMAD这种症 我赶紧去打了嘛 现在已经过了14天了嘛 总之没有打到第三针了 啊 就叫做没有完成这种 你是科兴疫苗 没有打第三针 就算是没有完成这种 你是60岁以上的 没有打完第三针呢 叫做没有完成这种疫苗 所以提醒大家 现在第三针的要赶快去打 然后凯利刚刚也升不了 他这个大型的 那个疫苗接种中心呢 他马上做回来 没办法 这个奥米克隆 他马上给你做回来 然后会帮助大家 尽量在这两个月呢 把第三针 因为没有打完第三针 你就变回百色 就不能够出去了啊 然后大家呢 就要注意啊 这个奥米克隆 到底有没有流传出去 不知道啊 然后那些人呢 一直在违反 一直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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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些呢 是应该要有一个 法律来处罚的嘛 因为 他们一直违反 一直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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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大马的疫情 到现在不会好 就是这个样子 为他们来一直违反 一直违反 没有办法对护他们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方法来对护他们 所以大家不要想到这样多 你想到这个 英国现在一天八万的阿米克隆 大马也会变成这样子的 如果没有把这些 一直违反的 处理掉的话 就会变成这样子 他现在罚五万 五十万 很简单的一句话 你没有办法 你怕什么 你从来不方法的 你怕什么 你口罩每次都戴很好的 你怕什么会罚到你呢 就想这个东西就好了 是不是 就是那些人 他们一直违反 一直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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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为什么没有办法对护他们 所以 议员们 我想清楚 你自己做不做到手下 那不重要 你要帮助我们 把Omicron 守好 这个才是重要 如果Omicron 爆发了 就因为你投反对票 历史永远记得你 每一个家庭 种的人都会拥有几人 好 刚才说到这里 等下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再看看事情的发展吧